拿着农产品相关光客行销社区特色 这是南投县政府108年度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本次规划草屯镇、平陵、双东、中原、南浦四个社区 来到宝岛时代村行销各社区的特色 我们南浦社区最主要由我们社区所生产的农产品 凤梨还有姜还有西瓜 还有最主要是我们过坑青梅的九号米 田阁九号米 这个是无赌的 南浦最主要的还是在稻米的产业 所以说我们最主要还是在推广我们的米丝 高兴就是能够来到宝岛时代村办理 因为这边游客有很多 让游客们能够了解到南浦社区 本次活动以市集的方式 来呈现出各社区在地特色的农产品 不仅能够让消费者清楚知道 更能够将社区特色产品请交出去 我们今天带来的双东 我们特色的产品是我们的双东玫瑰花 还有我们双东玫瑰花苗 还有我们最特色的是我们双东的三胶 正正的双东的三胶 带来还有我们的有机柠檬 在我们这个农民市集里面来做推广 让我们这些市民知道说 我们双东的产业有玫瑰花跟香蕉 透过这一个方式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知道说 我们双东的出产这个玫瑰花 能够达到我们产业行销的一个方式 希望能够常常举办这种活动 透过这个方式能够推广我们的产业 让我们的农民的收益会更好 现议员蔡明轩相当肯定 宪府本次的计划 一方面可以协助在地农民行销农产品 而另一方面更能够推广社区特色 在我们的包大师在村来举行 也邀请到我们草屯在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 然后也到场来展示他们在地的一个农产品 像我们平林也有他们当地特殊的农产品 包括我们的南部 和我们的相当 我们的中原 都有一个特殊的产品 然后明轩也是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他也希望可以多多来举办这种有意义的活动 可以帮我们在地 他们幸福种植的一个非常好的农产品 行销出去 南投县政府108年度社区产业行销计划 草屯镇 平林 双冬 中原 南谱 四个社区参与 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计划 能够有效帮助社区行销 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草屯在地特色 记得六号圣草屯采访报道